那在真如老师的开始里边 那后面有讲 你真的发现自己犯错 甚至是犯戒的时候呢 那真如老师也特别说 不能装糊涂 不能得过且过 偷偷的复藏起来就不管了 一定要想办法把吃到嘴里 吃到身体里的毒物吐出来 这个辟语其实是很重要的 你想想看任何一个正常人 你发现自己吃了毒药 你说装作不认识 不知道复藏起来就没事了 不可能 那恶业其实比毒药更恐怖 毒药最多毒害我们这一生 恶业如果把它装得不理 接下来后果就不堪收拾了 无限生命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呢 在福利道基里寡命的133页 在第四页 涅槃经说 诸于吃者 如银黏替不能脱离 虽以小罪不能脱离 涅槃经里面说 那个鱼池的人没有智慧的人 他就会这样 好像苍蝇沾到了那个遗体一样 会被黏住脱离不了 虽然只犯的是一个小罪 但是因为鱼池的关系 这个小罪就会变大 让他没办法脱离 就会产生这种效果 那他下面就讲原因是什么呢 游无悔心不能善行 游负长过 虽先有善 为恶染污 故因献授 一手之音 变为极重 纳若加因 于吃的人犯错之后 他没有后悔 他没有追悔心 然后他又不去行善 那又他又负长他的过失 其实能复长过失会产生一个效果 就算你前面有一些善业的 但是会被你复长过失的这个恶行染污 所以本来呢 是一个小小的恶业 你只要这一生受一点苦就好 的这个音呢 到最后变成很重的要堕到地狱的音 要堕到地狱的音 所以这一段就特别讲 你因为游室的关系去复长自己的 所以真的不是好事情 好 应该要认真的对峙 所以就像真如老师讲的 不能装糊涂 犯了戒之后 绝对不能自己装糊涂 我不想我不敢想 不能装糊涂 不能得过且过 偷偷都复长起来就不管了 一定要想办法把吃到嘴里 吃到身体里的毒药吐出来 然后忏醉法就是 把你吃到的毒药 全部清出来的一种办法 这样才不至于致死 才不至于来生多多恶趣 甚至长期的恶趣这样的代价 其实真的修忏悔法是 就像真如老师讲的非常划算 非常划算的 我们任何一点点恶业 其实都会让我们受苦很久 比如说真如老师开始以前有讲过 有的时候他在街上有看到有一些 这个人其实是有生病的 曾经看过有一个人 哇脖子上长了一个非常大的瘤 把整个脸都脱坏了 或者说看到有人一辈子 这个手都不能动 只有脚趾能动一点点 他也得靠这个方式生活 可是你想想看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都是 在人道是善业所感的 人道是善趣的 你因为善业才到人道 可是就是那么一点点恶业 一点点 如果那个恶业稍微重一点 就到恶趣去了 那一点点恶业 就让我们当人的时候也会很辛苦 所以其实恶业像毒药一样 事实上你要去忏悔他的 不忏悔他其实会很辛苦的 那同样在广内133页 刚刚同样这一页呢 在倒数第六行的地方 那有另外一种人呢 他因为有智慧的关系呢 他虽然造了大的恶业 但是因为他有智慧 能够处理的关系呢 这个大的恶业不会出生大的恶果 他就说 故说轻微 是指智者能毁前师 防护后过 不常诸恶 勤修善法 诸恶对治 若不羞耻 妄精为治 由轻蔑门 之而故行 事为由众 真正有智慧的人呢 他能够 追悔他以前的过失 他能够防护他以后再犯 这我们讲势力忏恶 追悔力跟防护力 他不复长他的恶行 他努力的修善法 去对治这些恶行 就是我们讲的对治力 真正的智慧 他修势力忏恶 就可以产生这个效果 就算是明天大罪呢 都有机会在他赶果之前 你认真的修势力忏恶 是可以把它忏干净的 这个师父上任下场法 和上任好 还有祖师都说 在大圣伯霸里面 你是真的有机会 在赶果之前 没有什么忏不干净的恶忏 都有机会把所有的恶忏都忏干净的 就是有这种力量 但是若不羞耻 你不好好的忏忏悔 忘经为之 又自以为聪明 由轻蔑能之而故行 觉得自己聪明 然后你怀着轻蔑的心 故意去做恶行的话 视为由衷 这样你的恶果会特别重 这也是广论里面的提醒 所以其实你听到这边 应该在在的去感恩 像正如老师这么发心 把这个三十五头忏这么好的 这个救护我们生命过失的 这种忏悔法告诉我们 大家照着做一定会得到 越来越多的好处 好 那我们刚刚说 对治与痴要靠证件 证件里面最重要的是 业果证件跟空证件 所以我常常上课的时候 也会跟大家讲一些 深信业果的公案 因为我们要慢慢对这个业果 你慢慢去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佛陀说的什么业感 什么果的经典 比如到这里广论上面 我常常跟我们讲 你要常常去读 你常常去读 这个都会对我们很有帮助 那在那个重金钻杂匹域 这是纠摩罗斯大师翻译的 他跟上下两卷 他在上卷里面呢 有一个目见仁尊者的公案 这个你们可能一般人不太知道 我会讲给你们 目见仁尊者不是佛陀诸大帝子当中的 神通第一吗 神通第一的大阿罗汉 只有有一次佛陀对他说 你的冤家来了 你的冤家快来了 佛陀对目见仁尊者讲 那目见仁尊者讲 那我有神通啊 他就用神通力飞得老远 他想说 佛陀说我冤家快来 我赶快飞走 就没事了 就飞飞飞飞到一半 飞了很远之后 飞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他神通完全失效 就突然从天上掉下来 掉下来的时候 那时候天色已经暗了 那时候天色已经暗了 刚好有一位老公公 手里拿着一个木棒 走夜路啊 不知道是不是要拿来保护自己 还是当拐杖 怎么不太知道 刚好有一个老公公 手里拿着很粗的木棒 就沿着那个路正在走过来 然后突然前面 有一个黑黑的东西就掉在他前面 他看不清楚 老公公也很害怕 以为是什么危险的东西 所以老公公就拿那个木棒拼命乱打 把木连尊者就被打折了 被吉祖打折了 然后木连尊者就很痛苦啊 他痛苦的时候 他就意念释迦摩尼佛 意念佛陀 然后跟佛陀归一求救 然后呢 当然把公公打完之后 就赶快跑掉了 因为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 那是什么东西 他只是赶快把他打 然后就赶快跑掉了 他为了自己安全 他就跑掉了 然后木连尊者在地上很痛苦嘛 被打伤了嘛 然后他就意念佛陀 然后跟佛陀祈求救护 然后佛陀就用神通力帮助他 让他慢慢恢复过来 又飞回到佛陀面前 然后佛陀就开始跟他讲 他的钱是无意义 所以你过一世一生 有一世 你是凡夫的时候呢 你跟你自己的亲生父亲吵架 你当时心里动了一个念头 你嘴巴没说出来 你心想要念头就啊 把你的被打折就好了 然后夫人说 过去一生的那个儿子 他根本没有真的打三大父亲 根本没有打 他只是一个念头而已 对自己的父亲起了一个恶心的念头 我们刚刚说 父母亲是很强的佛陀人嘛 小小的造作就会赶得很大的果 他就说就是因为这个业 你对你的父亲起了一个恶心 后来赶果就是这样 所以他那个时候已经是正德阿鲁汉神通第一的弟子了 可是等到过去的这个业果报献起来的时候呢 但是神通令会失效 就是要领受这个果报 所以菩提道这个广论里面讲得很清楚 从凡夫到圣者来制造佛陀 他会受苦是因为还有恶业 他会得到快乐是因为友善业 这个业果的道理是对任何人都成立的 从凡夫到圣者到佛陀都完全成立的 所以要很注意自己的业 一方面我们注意自己新造的业 一方面我们过去到底造了多少恶业 真的是不知道 真的是不知道 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比较麻烦吗 这个时代好像这个 这个孝顺父母亲的这个风气已经不如以往 所以每个人都想一想 你是不是真的有 可能言语上行为上你没有伤害父母亲 但是念头上你是不是有这种恶念 你这个时候那个目尖联尊者的视线就很重要 所以的确我们是有很多恶业 应该要唱的 所以你身体不行还是时间不行的时候 你至少像正面老师讲的 你每天把那个35伯餐的遗轨念一遍都很好 你现在YouTube上面也有吧 你点进去跟着念其实都很好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事情